火车站了,然后准备去Grand Canyon了 我们刚刚去Altrack dining room吃了饭 它的饭特别好 我之前看到网上都是说它这的饭不好吃 可是今天晚饭特别好 它是有几样 第一个是你可以点饮料 包括酒或者是beverage 然后第二个你是点甜菜 然后呢点你的entree 然后呢再点一个甜点 所以呢特别特别好 然后它是四个人一桌 所以我们俩和一对老夫妻一桌 我们聊得特别开心 现在是凌晨五点 我们到了Flex Dam 然后你们看这是非常多的人 凌晨五点 还在赶车 然后我们现在是凌晨五点到 我们大概是四点半的样子起来的 现在温度很低 Flex Dam 地方还挺挺有味道的 我们现在刚刚已经到了Grand Canyon里面了 今天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在North Stream这边玩 感觉一会能看到非常Amazing的这个非常好看的景色 所以说这个Grand Canyon其实你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个rock是怎么变化的 然后现在我们走到了一个overview point 可以看到这中间有一个foot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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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已经从Pima Point出来了 然后准备走到Hermit Rest Hermit是因为有一个人叫Lewis 然后他就相当于他用鬼斧神工斑的工程的技巧 A marvel of engineering skills 然后在下面搞出了凿出了一条trail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人去那边camping 然后或者去那边住宿 然后去那边游览 从Pima Point到Hermit Rest 就是这种非常paved的trail 然后旁边有forest 然后远处你可以看到Grand Canyon 我们已经到了 我们刚刚就是从红线这边过来的 只不过我们只停了三个point 第一个是trail view overlook 然后第二个就是overpoint 然后我们就到了Pima Point 然后我们走到了Hermit Rest 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叫Lewis的人 在这搞了一个几个house 在很久以前的时候 大家就在这边来camping或者是来住宿 哇你也能躺很远 Hermit Road结束了 我们现在要坐Rim Shuttle的车 从South Stream到North Stream 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巴 很多人finding Rim to Rim 很大的小时 在这边是Hermit 之后 这边是Hermit Road Ownum is coming 夜暑和长期处混在南要与屋中 我们现在到North Stream 然后这边是North Stream Lodge 然后等会就半里入住 看到那边的云了吗 现在是日落的时候 我们今天住的 North Rim Lodge 它说是说Motel 但是很好 很满意 是第二天早上 我们已经从 Bright Andrew Lodge出来了 非常推荐这个Lodge 巨好200块钱 然后是一个Lodge 里面什么设施都有非常好 非常推荐 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只不过脚还是有点松松 Arizona State House North Rim之后第一顿前菜 是我们的主菜 我们现在骑上自行车了 准备骑自行车进行 呈现的游览 这种配不好的绿道 骑起来真的很舒服 这是第二个point Mimicking nature 这里呢 在之前的时候 发生了一场山火 但是这个山火不是自然的 而是人为的 我刚刚停着停着自行车 直直的倒下去 就是这样 好几个人过来问我 哦不ok 我说ok 但是我就是有点站不稳 刚刚起岳手 所以呢 现在我们到了 South Campeb Trailhead 这一段路也是比起Bright Andrew更难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选择了 直走 Bright Andrew没有走这边 keypoint啦 自然把岩石形成了寺庙的样子 你应该能看到我们 昨天走过的全景图 我们是从North Campeb Trail那里出发的 然后呢 走走走走 就会走到这个Bright Andrew Trail 所以其实从这都能到这 但是它只是一个车 还不是车 所以实际上可能走更远 这就是全景 新车这段黄线已经过来了 我们现在准备返程 可以看到最远方 那个石头倒下来了吗 其实它以前是个平的 Matter Point 它底下是蓝色的 很美 我们现在到了Yabba Pipe Point 然后这里有一个Geology Museum Colorado River 在这里 所以其实是Colorado River Curve 这个Grand Canyon 看不见的地方可能还是有River 它会慢慢慢慢的形成这种现象 对吧 这个Hotah Karley Phony啊 这个 嗯 是的 看这个大沙湖整个的面积 其实我估计之后会形成更大的面积 因为刚刚说了 这个地下还有可能看不见的水 还会慢慢慢慢形成这些沙湖的 到了Visitor Center 然后呢现在准备做蓝线 last week lunch 我们已经离开Grand Canyon了 现在又来到了Fly X Step火车站 我们来explore一下Fly X Step的 这些吃喝玩乐 这个地方叫Gateway Plaza 非常适合它的名字 我们火车晚点了半个小时 所以还有时间过来看一下 Fly X Step最后有点转拉面 现在好冷我在发抖 然后现在大家在排队上火车 刚刚我们居然用三分钟的时间 就搜完了一碗面 太厉害了 有点喜欢上这个Fly X Step火车站 早上7点半了 排队股市里结束